然后看我们的这个下载 下载其实就没有那么多花花绕了 就比较的这个 基础了 就是我们来一链接嘛 对吧 来链接只向我们的某一个宽度网 然后传一参数 这个参数是干嘛使的 是不是都是文件的一个标识啊 对吧 我让你下哪个 我是不是给你提供一个链接 你点就下了 对不对 那到底下哪一个呢 看标识吗 这个标识可能是个名 也可能是个ID 不管是什么吧 总之是有个标识 行吧 那么 我们这写的名字 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文件 存到数据库中 就是如果 我们做的再正式一点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件 存到数据库中 所以存的不是原始文件 而存的是文件的相关的信息 比如文件的名称 是谁上传的 文件的大小 文件的保存位置 文件的全局名称是什么 文件的原始名称是什么 是不是都可以存起来 我能不能见照表存这些信息 是可以的吧 对吧 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表示号 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个限制 我可以统计 某一个用户 一共上传了多大的文件 就是如果你一共已经上传过 100兆的文件 那我认为你已经不能再上传了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限制一个总容量 就像这个摆动网盘似的 是可以的吧 但这样的需求不多 就偏专业化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专门做上传的系统的话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限制 对吧 那这种我们是可以把一些文件信息存到我们的库里边 是可以的吧 如果我们有那样的库的话 那我们这不可以绑个ID 我说我允许你下来一个 我是把ID往上一放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把ID传给我 我通过ID找到文件的位置 就给你下来了 行吧 我们这绑了个文件名 其实效果和这个意思是掩耳的 都是为了定位某一个文件去下来 然后当然是要写一个handler handler接收我们的这个标识 然后找到对应文件 把文件输出回来就可以了 而这个输出区也很简单 我们这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工具类叫做IoUtus 直接是一个copy copy其实走的是两个流 第一个流是一个输入流 第二流是一个输出流 它是靠输入流读取文件的信息 然后写出给这个输出流 类似于一个复制的过程 那么这个输入流很简单 就是你想下载哪个文件呢 我就用这个输入流读取哪个文件 那我读观众是不是要写出给你 给谁 是不是给浏览器 那就通过response看到没有 通过那个响应对象 拿到一个指向浏览器的输出流 然后这个流读 这个流要出写 实现这个下载的效果 当然了 当我们把一些个内容 一些个信息 从服务器写出给浏览器时 浏览器有一个默认行为 就是在线打开 你无论写出的是一个文件 是一张图片 还是一个网页 它都会默认是在线打开 如果它能打开的话 对吧 那么 我没有多下载 是不希望它在线打开 而是希望它可以存到流读器本地 某一个位置 至于存在哪 是不是看你的流读器设置了 是这意思吗 那么怎么来搞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响应头 响应头和请求头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两个字眼 其实响应头也好 请求头也罢 一说到头 都是放置一些个描述性信息的地方 请求需要一些个描述 响应也需要一些个描述 都放到各自的头里边 那么这个描述谁来看呢 收请求的这个组件 看请求头 收响应的组件 看响应头 看到请求头 请求是个这样的 我应该做对应这样的处理 看响应头 响应是个这样的 我应该做这样的处理 达到的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这个响应头 你说这给谁看的呀 浏览器嘛 对吧 目的是为了告诉浏览器 我写出给你的内容 你不要在下打开了 你应该怎么着 你应该下载 你应该保存起来 那么他就说了 这是continent detection 这是一个显应头的一个key 这是一个固定名称 它的作用在于 可以描述这个文件的打开方式 方式是什么呢 是attachment attachment 这是干嘛呢 他们在这附件的意思吗 对吧 就是以附件形式保存 而不是在下打开 这个还有一个相反的 只叫做阴烂 阴烂就是在下打开嘛 但一边也没人写那个 因为默认就是阴烂 能懂得是吧 就是你不加这句话 把它删掉 能默认就是在下打开 好吧 然后附件保存的话 是不是得需要一个文件名 你本地是不是得有个名 这个名不是你献起的 不是都是服务器提前订好的 那么后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文件名 这个名称会体现在 雷电器本地的那个文件上 OK吧 是以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头的设置 这是一个写出的设置 上面这两个部 其实没干嘛 这是啥意思 看第一个 第五行这是干嘛呢 是不是得找目录 对吧 后边我们是不是收了一个文件名 这个目录 这个pass 这个pass呢 拼上这个名 就是这传来这个名吗 是不是就是一个文件的完整路径 然后呢 进入性 搁哪呢 放在这了 real pass real pass 是不是就是用 在用这个输入流 读取这个pass 而这个pass 就是这个pass 加上了这个name 看清了没有 和我们之前做了下载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输入 你之前做下载 做过没有 那你们有没有设置这句话 是不是也设置了 OK 那就熟悉了 对不对 只不过有些工具 现在是不是有些工具类了 就省了很多事 对吧 我们来搞一把 我们也是啊 我们这是不是有挺多这个文件的 我们就以这为你去下载了 好吧 下个什么呢 我们就下这个ESC一张一张 好吧 我们先来找一张页面 叫做download OK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写一超连接 目前还不知道 对吧 然后是不是得给一参数 我们这是不是得给一参数 文号 我们就给一个文件名吧 行吧 给文名等于什么呢 我们这有个ESC 对不对 这个名字太少了 ABC 这叫ABC 这其实是我那个 那个节奏工序的一个安装包 行吧 是一件 是一会你反过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下载了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是不是给好了 接着我们是不是写一个 写一个我们的这个handle 我们也是 单独写一个类 DOWNLOAD 这叫做 大 那这我们就往那跳了 跳到我们的那个 算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下载一面 行吧 然后下载一面中呢 你访问我们的一个DOWN PASS1 就在这 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 DOWN 然后PASS1 行吧 存放了一个name 那么这我们就收这个name 那么这我们就收这个name 这就行了 收到那么时候 我是不是要找到这个目标文件 对啊 第一步 我们去找我们的目标文件 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那个目标文件 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那个目标文件 这也需要我们session 还是这个啊 叫做 upload infi 是不是一个路径 对吧 路径呢 拼上我们的文件名 是不是就起活了 那样 所以我们之中的那个文件的路径 是这个real path 加上 file.threat 这是那个返协键 对吧 这是那个返协键 然后加上 我们的这个文件名 这不就目标文件 对吧 有龙龙标文件之后 直接就写出了 通过这句话 就直接写出了 那我们这儿把名字换一下 这是file.threat 想要我们给一把 给一个想要 行吧 行吧 那这一步 你注意这一步 就已经完成了下载过程 行吧 但是你注意 在下载之前 一定要加那个头 好 一定要加这个头 订阅 拿过来 放这个名呢 我们自己可以定一个 比如最基本的 就可以把这个名 再给它放回去 就还对面使名就走了 行吧 是这个啊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逻辑上我们就写完了 有一个细节 您注意 这上还有反过值呢 是吧 我来问一下大家 此时我这个 看多少钟 还需要再响应吗 我想应了没有 响应了 下载本身 是不是就在响应的 这个过程了 对吧 我输出一个文件 不就是响应吗 是对是吧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做 任何其他的响应的逻辑了 那么我们这儿可以怎么着 你看这两种处理方案 第一个 什么是一看腰 反过来跟闹 他就懂了 那响应就不用再额外处理了 这不用是转什么 转视图之类的 就没有后续流程了 好吧 或者我们可以干脆怎么到呢 没错 抱一会儿 下边就不是一个需要转发 是图的一个 因为他自己有些个别的特殊的 响应的流程 就比如说现在 行吧 是这个 都行 那我们这儿就用 用Voy的 用Voy的感觉更优雅一点 是吧 现在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来 读书一下 好 我们到Index 说在这儿了 我把它挑小一点 然后看看这个位置 检查 读书没问题吧 OK 点 走 把这错了 看一下 说啥 说File Not Found 嗨 我看看 我这不改了吗 ABC点ES Upload 我后面这不写错了 多写了个D 发现没有 所以这不找不到文件 再来 再来 重新来 这边是不是过来了 你看这个名 ABC点ES 这也是我们在这儿写的名 在 这个位置 我直接把三字 不是为了传过来 对吧 再下一次 走 在哪呢 这不就在你本地吗 这个目标 就至于到底在哪 这边看你自己的设设 对吧 然后我们看它能用吗 没有 当然能用 一个字也不会少 好吧 当然了 如果少了任何一个字也 它是用不了 我这个 不是一个破解榜 对吧 行 那这样的话 下载什么也就这么回事了 重点就是什么呢 别忘了设想用头 其他都好说 就是没有这个工具 咱们基本上也能够做IO 就是麻烦点 对吧 所以下载这么回事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严的马 谢谢大家